中期 特別是TheHands跟Kennyan的進攻的時候 他們的防守必須要做得低水補漏 但其實以陣容來說 其實Fly的後期輸出 老實講好像也會只剩下這個艾希 其實他的輸出點位是比較單一的 對 應該但重點就是他們的續戰力 就是如果你單純把輸出 兩邊的輸出能力放在同一個天秤上的話 可能差不多 但如果你把造性的大絕 他能夠吃掉的傷害 你把這個瑟利歐的群體 護盾家群體的寶牌 把加里歐的魔防 中等因素考慮進去之後 你會發現其實 他們在後期的坦度 是遠高於GENGY這邊的組合 再加上艾希這隻角色 其實很容易被別人誤會 就是他是一隻工具人 或是他是一隻刮沙角 但這個角色當他滿裝的時候 他的拉打能力 是比大部分的AD都還要出色的 就是在LCK的冠軍上 應該有看過這個 韓華碰到GENGY的時候 VIPER後期的艾希 當他是滿裝的時候 他的操作上 現在會戰當中 能夠打出來的輸出 是非常客觀的 所以Fly Quest的陣容絕對不弱 重點就是在他們 在前中期的應對 這個我們也在一賽提到過 不管是他們的下路組合 在前期對線的表現 或者是前中期的敷業 是比較容易犯失 因為單純以GENGY的目前的數據來看 他們在本次世界賽的控龍率 每一場平均是可以來到3.8條 那幼蟲也可以來到4.6 代表是他全都有 他全都要 對 而且我覺得相較於夏季賽 基本上就是幼蟲大魚龍 毫無疑問的幼蟲大魚龍 在世界賽 各隊隊宇什麼時候要先去動第一條龍 這件事情其實是非常非常重要 就非常考量各個隊伍隊自己的理解 還有在營運上面的判斷 是 但這邊GENGY一等 就走進來 看起來應該就是要採取換線 對 往往我們會看到那種 比如說邊線型的陣容 前期找到去摸掉一到兩條龍 來托緩這種徽戰陣容 在中後期集結B物件給的壓力 或者說這種後期發育陣容 在前期摸到一兩條龍 讓這種中期陣很難在中期去找機會 所以 前面能不能去摸龍其實是非常重要 特別是對FlyQuest這邊來講 我覺得他們是在中期會 承受比較多壓力的那一方 如果他們能夠再早早地 摸到一到兩條龍的話 會讓他們的壓力小很多 喔 但是GENGY沒有打算換線 他們是騙到了Fly走進來 對 反而是FlyQuest這邊是主動來做換線的那一方 現在一等五個人 四個人是集結在這邊 那確認到 對 他們需要有人去驅趕一下CANYON喔 這邊走進來BVPO 是承擔了這個開戰的先鋒 走進去 先垂了CANYON一套 對 但是一等的加理由也就停止於此 CANYON應該是會叫一個重期 所以三隻都有吃到 也是來到了兩等 他有一隻小狼被BVPO摸走 其實對FlyQuest來講 這樣已經還算滿賺的了 那接下來就是要看 後續面對主動換線的處理如何囉 因為藍寶他是直接在線上的 盡可能地去摸到一些些的經驗值 那FlyQuest是讓輔助站中 其實兩邊的經驗值是會有一些差距在的 對 但是這樣子的話造型他比較尷尬的點就是 因為他的三郎已經被對手吃掉了 所以他必須要回去刷他自己的半區 沒錯 他沒有辦法準時在 兵線進塔的時候上到三等 但其實PING還是有給尊重 擔心對方的月塔 所以他是選擇消失了 那他目前第一波的策劃看起來 其實GENGY還是稍微比較有力的一邊喔 那接下來就是GENGY要盡量地 DENY FLYQuest的輔助回到線上 是 好 那第一個回合結束了 現在是輪到牛的回合 有沒有辦法回到線上 對 OK 繞了一圈之後 看到對方繞交流TP 這個時候再慢慢地走回 上路線去手柄 那下路GENGY也沒有構成可以月塔的條件 所以就是雙人線 兩邊的上路線各自回到自己的塔下結屏 那這樣這個幻線看起來其實就 好像沒有真的 對於兩邊來說其實都沒有失去掉太多東西 整體上我覺得FLYQuest稍微小賺一點點 主要就是 加里歐吃掉的經驗還是比藍寶多一點 藍寶剛剛還是有點畏懼 這個造型可能的月塔 所以他沒有選擇直接帶在塔下 但以剛剛那個狀況來講 其實我覺得是可以嘗試 攀一點在塔下留的 然後你可以看到 然後PAY這邊他摸了 把線送一塔之後 他也沒有選擇去摸護甲 所以FLYQuest主動換進 他們其實沒有 付出任何經濟上的准時 是 我們現在看起來是 GENGY 先把輔助叫上來以後 讓KING可以安全地吃完這一波冰 然後同一時間 CANNON他的野區也是被入行 他沒有鏡像地去禁對方的下半 所以在打野的對位上 他其實也是輸的 所以整體在前面3分鐘的處理上 FLYQuest是賺到了那一方 是 那現在如果走進來 遇到造性的話 可能 已經來不及了 紅BUFF已經吃完 現在造性再往下半區去刷 那可以說前期是一個3BUFF的開局 唯一付出的代價 就只有FLYPOW的TP而已 但這個TP 完全是可以接受的解決 是 但PACE回家以後還是有選擇出一個泰圖屏喔 也知道可能這一場的節奏並沒有這麼快 然後現在看到KING 他的線步道是有沒有被控住喔 如果這個線被控的話 他會非常非常難受 但他現在是直直的往下半步走 應該是想要再下路去塑造一個可以月塔的機會 然後再TP回上 因為這個線應該是被囤大波 被卡線了 但其實已經被發現了 而且Inspire也在後面而已 所以這個月塔可能是比較困難一點 對 但是現在已經沒有其他地方可以去了 這個月塔是勢必要把壓力給到 至少可能要抵耐掉小兵 不是有的反應很快 馬上回城 直接回下來做防守 中擊一下 現在Inspire四等 兩個四等的上野組合 感覺越不掉 完全越不掉 是只能拿一下防禦城的護甲 那這波看下來其實就是稍微給了一點壓力 但另一邊的艾希就賺得很開心了 應該說King這邊真的是已經快要虧爛了 他現在是三等 但是對面的加流已經五等了 現在才TP回去 至少可以把這一波線給接到 那前面的幻線對於King來說就是 有一點淒慘 童年過的有點淒慘 就在前面這個幻線的處理上 我覺得FlyQuest贏了非常多 那待會在30秒後 會有第一組的幼蟲 所以Fly一樣是繼續選擇 再把下路雙人組掉到上路去 Fly這邊可能快推完 之後就要趕快往上走 來防守這個可能的幼蟲 但甚至他們有可能會在 第一輪的幼蟲選擇 以龍為目標而不是蟲 看到Inspire現在的刷也是刷下來的 但他馬上要 折返了 對 應該是刷完這個三檔以後 要上去 但其實 雷歐娜是比較早就到幼蟲這邊去開始布置視野的 那娟君做的調線處理是讓 阿里去下路收兵 反而第一組的幼蟲是由娟君率先啟動的 現在Fly 得了人員才一切好趕過來 當然第一隻已經被吃完了 所以是只留下了最後的兩隻要給Fly的成員 對 這邊 威波他是回補往下走 但他並沒有漏味 所以娟君很擔心這個時候 他們是選擇放下入的兵來爭這個幼蟲 所以他們拿了一隻之後就覺得已經達到他們的目的 因為 畢竟Chopee他是已經漏在地圖上 資訊給對方看到沒有TP在下路線 所以他們勢必是最多四個人 如果Fly的願意五人上來的話 他們就有可能會輸 那這邊也是果斷的放掉 至少有拿到一隻 對 那現在有可能會想要再把限制換回去來 搶奪一下小龍的第一條 現在看到兩邊雙雙的唱了回程 FlyQuest的邊線 不過娟君的速度其實還是比較快的那一邊 野斧是已經回家之後走出來了 但家里歐這邊是有六等魔 他其實可以考慮 比如說消失在地圖上 然後看對方有沒有來打龍 來決定 這條他要不要來靠 雖然說是直直的往上走 不過等級上面的優勢 這個可能是待會娟君要稍微小心一點的 所以是吃完了荷蟹以後 就先稍微把視野給讓出去 那現在是Fly的下路雙人珠 回到了下路 目前在線路處理上完全沒有 慢 都沒有比娟君慢 他們的處理都非常的到位 反而是娟君主動的把下路雙人珠調回去中路 應該說他們沒有把這個線換回來 選擇再讓金克斯跟劉娜這邊推一波之後再往下走 所以跨著他也選擇玩一波回家 500塊的經濟差距 是Fly想要看到的前級開局 這也是他們前面換線所帶來的一些經濟上面的效應 現在第一條龍兩邊也都沒有打算要去爭奪 當然對King來說 他度過了最難受的前期 現在就是在等級上面會小有落後 但至少現在已經有一個大絕了 那接下來可能要看一下Fly有沒有打算要來吃小龍 因為如果繼續往後拖 可能就會來到Gengi自己比較想要的這個時間點 那另外Inspire的發育值也非常好 他在前面基本上算是埋頭苦刷 沒有漏掉任何一攤野怪 主動的動龍 雖然說是視野都有被看到 不過還是選擇開啟的第一條小龍 對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的 這種後期的陣容你會非常希望能夠在前期 至少摸到一兩條 但其實這樣的話也算是已經度過了 這個你前面提到的 比較難受的這種前中期 那八分鐘還是前期啦 還早啦 還早 Gengi大概在一鍵裝兩鍵裝 就是當這個阿里有不錯的爆發 惡意出來的時候 就會是他們很想要去尋找單抓碰團的機會 是 現在的這個時間點 我能夠穩穩的發育不出亂值 不給Cannon跟The Hands 去尋找陷入上Gank的機會 是Flyquiz很想看到的一些 但上路兩邊的幻血 Wipo 靠著等級以及裝備上面的領先 是換的比較多 而且線也可以先處理完 那剛剛在採訪中我們也有聽到 Wipo對King的稱讚 他是他衡量自己的標準 這個選手真的是非常非常穩定 非常有經驗的一位老將選手 但其實King在自己的生涯當中 打到世界賽的次數 好像也沒有到真的這麼多 沒錯 但他過去待的隊伍 不能說是搶隊 尤其他的Africa待了那麼久 那算是在這兩年他開始轉隊到 不管是KT或是今年的Gengi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他在搶隊當中 完全是有證明自己 他沒有被任何一個人比下去 沒錯 那當然也可以稍微提一下兩隊的中路 因為Quad自己剛剛也在訪談中有說到 他在20年在DRX的時候 其實是丘比的替補 那當時的時候他們ID 他當時ID是叫Soccal 沒錯 那也是後來打了一年以後發現 可能稍微實力有點跟不上 所以選擇退役 那退役以後 來到了EU 算是重拾自己的老本 來到NA之後 對來到NA以後 是重新再把Quad的名字給掛出來了 而且他的練習量 跟他的認真是 非常多人都很肯定 也在今年世界賽有看到他的發揮 我覺得唯一比較值得擔心的是 他的對線能力 尤其是他在對到 我記得韓話那個世界賽你可以看到 他在玩到蛇女大賽 剩下劉娜想要往後走 但隊友已經倒光 這一波FLY 在前期就拿到一個30的開局 你主動去開Fly Quest的鐵桶陣 一旦在操作上面有任何一絲的閃絲 就很容易被懲罰 我們這一波打完 經濟領先2000塊 對 而且 從最後的交換選舉也只拿到一條 還付出三顆人頭當作代價 那 算是度過前中期了吧 哇 這一波打完之後 他們有很多的資本可以花 這波KING的大絕傻的太漂亮了 讓 捐具決定想要來找一個OA的機會 對 球比來投戰布石油的反應 但球比哇 被閃頂 沒有操作空間 沒有操作空間 WB非常的果斷 當Fly Quest可以擊回一隻 正面的陣容站好 兩個坦克站在最前方的時候 他們的陣容就有很多後續作戰的能力了 那JS提到你剛剛說 艾希雖然說 可能前期的傷害沒那麼高 但他的持續輸出是很足夠的 但這波的關鍵還是布石油的閃頂 太漂亮的一波抓機會了 當然教練感覺不太滿意 教練是先不要開心的太長 因為沒有看到這個舉手的 還有看到走到後面又走回來的 屁股就給我黏好了 黏在座位上 手也不要動 那 這一波打完之後 這個頂線量是很值得期待 Fly Quest這個持續是可以 發展到他們的強勢期的 但其實剛剛KING的大絕 已經算是少得相當不錯了 對,不過很可惜 在重團的拼搏當中 最後還是Fly拿到了四隻 剛剛的那個站位 JG他們並沒有繞後 所以其實讓 Bipo的這個TP判斷是比較簡單一點 他知道 這可以是一個正面展開的會戰陣型 所以他選擇TP在JG跟Fly Quest的正中央 移下來之後剛好 就是一個完美的前排位置 是 他剛剛那波回家是有出黑暗預期的喔 所以這一波他跌到了三層 當然第一階大裝也已經掏出來了 現在邊線上不管是球比或是KING對到他 這個家裡都可以非常無腦的推薦 拿到了一條龍加上四個幼蟲 還有三個擊殺 算是天狐開局了 天狐開局 絕對是天狐開局 而且他們的前期其實是他們在世界賽 打得比較不好的部分的 但這場比賽的處理真的很完美 滴水不漏的前提 來日本聖盲想要抓在中路的KROD 開出一個大決以後反而是雷歐那被留在了塔下 吃了很多塔的傷害 最後一下鼓勾還讓KROD拿到頭 一個遠方的兵艦也沒有留到人 不過一靈之門降下來 KING也被留住走不掉了 Oh my God 5-0的開局 這就是NAD 這一波GENGY的開戰嘗試 就有一點點 有點太擠了 感覺這個前期的人頭落後 有點讓the hands 跟KANNON的判斷有點失去的唇頭 他們是覺得 如果是KROD一個人在中路線的話 要搭配KANNON的穿槍出來 來做多段的控制 其實是服也兩個人而已 對 可能就再搭配 他們可以用多段控制加點燃加PACE的大決 來去拼殺 但是the hands在初一的時候 就直接被KROD留下來了 而且後續不管是Inspire跟PACE 也都有預料到這一波可能的進攻 所以中野斧 有連上線 往來這波打完 現在FLY氣勢震望 對 我看到今天開賽前 有人很過分地在說 今天是選舉 想要選造型局 但這看起來 有點怪怪的喔 Inspire早就已經預備好 你看到他的位置就是一個反蹲位置 他在等the hands出手 那也確實被他等到 對 然後再用個大決 非常漂亮把KANNON往後甩 KANNON用大決的那一瞬間 再一個一鈴之盾 對 而且牛的控制也是有 在那一瞬間唱出來的 難道說今年真的不一樣了 真的不一樣 這一個開局太完美囉 那丘比現在是 想要在側邊找一下機會 因為第一件的惡意 EA已經出來了 全局這個組合 實際上打到後面 即便他們選的是極英特斯 我還是覺得他們的傷害是不夠的 是 不過我覺得這也是丘比在今年 算是 可能這幾年來說 改變比較多的 就是他開始會去靠團隊了 我以為你要講的是 他們不會贏CS 哈哈哈哈 不要說CS是輸的 因為我後來有去看了一下 他在 我記得他的CS 就是每分鐘的排名好像是 還是第一吧 好像十三的樣子 其實沒有 已經不是第一了 至少在這次世界賽不是 對 所以其實可以看出他今年 對於吃冰的慾望 已經沒有這麼高了 對 至少比賽他們現在的這個落後量 有可能會讓他陷入他 只有冰可以吃的窘境 是 那現在FLY先把 先稍微建立一下 視野在預示者這裡 但 感覺也沒有主要動的打算 也是稍微再發育一下 接下來中塔會是一個很重要的戰略目標 所以我覺得對GNG來講 他們比較有 必須要打贏這個預示者的壓力 他們如果沒有辦法把FLYQUEST的中塔拿掉的話 我覺得FLYQUEST也不會 需要花太多的資源來把對面的中塔擠掉 因為兩邊的中塔都存著 那FLYQUEST他就可以慢慢的 穩定的農兵跟法育了 那現在反而急的可能會是GNG喔 但視野上面還是可以看到 GNG其實下了很多的視野在對方的欄區 但 現在要打的是預示者 這個視野會不會其實是比較 沒有效果 對 那當然GNG他們 我們也有提到過 他們在中期營運做得很好一個人 就在 JP想要來月馬 但其實看到後面的Page 以後BUSHIO 是WQ 當然是選擇了出塔 BUSHIO 有把TP給騙出來 只是King 少了一個大絕 下來有想要留人 日輪閃盲也把MASU打到殘血 好險交出一個閃現 所以這一波的碰撞 球比還在持續的進攻 但三段飛艦已經打完 是沒有任何人員傷亡 對 但這一波GNG雖然說 血量上交換上他們是賺的 他們也付出了很多大絕 當成代價喔 所以FLYQUEST 看起來他們是要選擇放掉了 我覺得這個放掉也是OK的判斷 當然他們是還有 有Inspire的大絕 有牛的大絕 艾線大絕 可以來嘗試防守的 但他們這種不需要這麼做 沒錯 而且視野方面其實也是 比較缺乏一點的喔 所以是選擇再來搶一下中心 而且這個中塔 可能就可以順勢的拿掉囉 因為對方已經把招全部交掉 又丟失了位置 所以反而你放掉預知者 你換到了中塔 完全不虧的交換 是 那前期這個手塔 在17分鐘就讓FLYQUEST拿到手 對 那捐具的這個陣容 現在很大的動作 就是這個預知者 能不能找到一個 營運上的破綻 去把這個中塔拿掉 因為中塔現在看起來 應該還有九成血量左右 光用一個預知者是撞不掉的 你需要搭配一波兵線跟人員的集結 如果這個中塔掉的時間 可能超過21分鐘 22分鐘 我覺得FLYQUEST的勝算就 勝算就高非常多 越來越高了 但我昨天也有看到 預知者上車以後 沒有選擇撞中塔的 在這一場 看一下 選舉 有沒有打算來做釋放 目前的三線 其實都是被推的 只有秋V 勉強可以先把線給處理完 現在來到的中線 不賴的人員 先把中線清完以後 要回去 把下半區的視野給鞏固住 他們甚至現在是有兩龍的優勢 那對FLYQUEST來講 我說他們是更偏向後期點的陣容 但這個時間點 他們完全可以接龍戰 他們如果真的打龍戰 我覺得他們是不會輸的 其實目前的裝備 兩邊 沒有到說真的差很多 因為其實大概都是有一件裝左右 那當然差比較多的就是上野部分 當然 藍寶只要大絕少的齁 其實這個裝備的差距就可以彌補掉 這個龍圈具已經是不得不打了 所以這反而會不會PO在上路 可以考慮 不斷地用線路來拉扯對方 那球比 是有TP的那一個 所以是他上去直接上線 是 那BREPO他有大絕有傳送 他其實有很多的選項 可以選擇來靠這波會戰 但FLYQUEST應該會想要打第三條龍 那小燕軍具的成員 甚至是TP已經先亮下來 不過證明有人被開到 Leonah先被留住 Isbile頂得上去 但傷害足夠嗎 MASU其實是打不到人的 這一波的大絕 暗的傷害也很不錯 而且是附近 閃線槽 閃線槽三個 他後面的傷害能跟到嗎 Inspire是躲了一個飛彈之後 正面位置 玉琳之門還沒降下來 同時King已經倒地 哇好險 是有一個SERRY穿刺 把對方的家裡又給拉回來 所以是做到一個人頭上面的交換 先MASU 先稍微把對方給券推了 以後應該是可以轉頭回去吃小龍了 對 1換2還是FLYQUEST轉 Inspire剛剛是差一點點 在雷歐娜的CC圈之下直接被秒掉 但他在死前 唱出一個大絕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陣容有多可怕 他們有三個前排可以衝進去 只要大絕唱出來 這個SERRY給到的奶量回來之後 FLYQUEST的持續做能力就非常輸射了 是 這個玉琳的叫出來 雖然說有撞到 但是這個中塔還是拿不下來 而且FLYQUEST的會戰 其實也算簡單 他們只需要 往前頂 對 集火第一個人 來比誰的前排比較坦 有看到頂上去 先被留住以後 其實 雷歐娜好像就 第一時間 雖然說沒有倒有按出一個大絕 對 這個大絕其實非常重要 那XRIDE的大絕 有按倒 很關鍵 而且你可以看到 後續其實PACE 有搭配CANYON的大絕 擊殺了 應該是BWPO 但是他擊殺了BWPO 啟動想要搭配CHOV的 多的那段飛劍來進場之後 艾希直接一個緩速 搭配QUAD的傷害 他就不敢再往前走了 手長上兩邊是有差距的 笑了 笑了 喔BWPO這一場 他真的是非常有知情 他完全知道他這個閃現出去 是可以留住對方的 真的 很多人預期 這會是八強賽當中 最一面倒的一個組合 但第一場比賽目前看起來 很有可能會是 最有趣的一個對戰組合 第一組合喔 那現在BWPO 再回到了下路線 而且拼牌龍FLY也是早早拿到 現在時間才21分鐘而已 三條龍的壓力 而且接下來兩邊的發育曲線值會越差越多 是 目前看起來只要CHOV不是真的走一個落背 或者是從側面進場 這個艾希是沒有人可以阻止的 對 應該說我就對兩邊的前排來講 遊戲的難度是差很多的 對The Hands跟Kennyan來講 你只要一個失位 你很有可能就是直接被 對面很無腦上來打一套 是 但對FLYQUIST他們的服藥 可以玩得更猖狂一點 因為你後面有太多的保護 跟撤退的手段 會有人保 對 JENRY這邊只能ALL IN 但是你的ALL IN一旦失敗 或者是你是被主動開戰的那一方 其實都會感到很瘦的 但這個上塔FLY也是 多人集結以後輕鬆的擠掉 對 那再破這種 超級強的會戰陣容的解法 就是邊線 但是JENRY這個組合沒有邊線 沒錯 阿里上去不管是遇到射阿芬 甚至是家裡喔 其實都推不了 對 所以JENRY要怎麼贏遊戲 在這個時間內 開始已經變成一個很大的問題 而且我們剛剛講過嘛 我覺得他們沒有在21分鐘 22分鐘之內BUS 中外塔拿掉的話 遊戲是根本沒有辦法進行下去的 那現在已經過了這個時間 這個中塔其實基本上根本摸不到 因為線永遠都是FLY 率先處理的 那看起來他們應該沒有跟韓國隊伍團練 有 這招沒有被拆到 這個射阿芬有 讓JENRY有點不太知道怎麼應對的感覺喔 反而是FLY在前期算拿到了一些領先 然後中期的團戰也有打贏 完全是跟JENRY所想的不一樣 沒錯 JENRY現在要怎麼利用 要從哪裡去找突破口呢 在等吉英克斯 殺育一點 好像除了這招之外已經沒招了 已經剩下最後一招了 對 我們等一個35分鐘的大團 正面5打5他們真的是 真的是贏不了 是 不過其實JENRY在遊戲時場方面 我記得好像是全部隊伍當中第三名吧 就是他們遊戲時場是可以拉到真的很強的 所以要看一下這一場有沒有辦法夾住 這真的是跟他們選的陣容有關 那當然你是可以期待 他們 是一隻 屢次創造出那種 神仙會戰的隊伍嘛 所以 不到絕望 但真的需要 一波好的團戰 很好很好 要好的團戰 要講三次的那種 你是說你最討厭的建設 對啦 是嗎 我覺得蠻知道的一個點 就是剛剛其實你有看到 如果他們可以 找到一波完美的CC勸法 站位沒有站好 的Inspire直接秒掉 來讓吉英克斯啟動 那就可能有後續 是 所以與其說 感覺是Fly想要主動出擊 Inspire 先往前流 後面有一個Po 已經是操到對方 吉英克斯已經被 打到第一血 但他沒有到 不過正面位置Fly的能力 還是比較主動 先把對方Keyo給擊殺 以後還在後續的追擊 而選舉反而是已經沒有了輸出點位 你有看到剛剛那個斯拉芬的大絕嗎 超遠距離 超遠距離 他吃到自己的隊友想要去 應該是急飛 要魅惑Kennyan Kennyan交流閃電拉掉之後 BuiPo剛好就位 延長了這個大絕的位置之後 大到了Pace 那現在Fly準備要來動巴龍了 而且他們有 斯拉芬在是不會掉血的喔 難道說LCK 該不會最後勝T 應該不可能吧 不要說這個巴龍 捐局很難防守 接下來出的小龍 FlyQuest都有可能來接的 那現在剩下六天第一期 捐局是有機會來做防守的 但是都沒大要怎麼防守咧 而已 BuiPo的位置其實是有被掌握到的 但BuiPo先上去 就來賣就好了 有把對方留住 但Pace已經準備啟動 一定這麼降下來 巴龍已經拿到手 他的任務已經達成 這一波當然他們是 防止任何被Kennyan偷的可能 但我真的覺得他們不需要這樣玩 BuiPo是不需要ALL IN的喔 BuiPo進來賣好像就夠了 因為這樣一來的話 這個龍至少 捐局是可以要回來的 對 當然對FlyQuest他們這種 也不擔心 被delay掉一套龍的時間 因為 往後打兩邊的曲線 就是不能逼 而且現在有巴龍這個加持 所以這個是最穩最穩的做法 但捐局至少在這一波下來 是交換到了 三個物件賞金 然後斷掉對面的龍蚊節奏 是 其實對於經濟來說 算是一個大進步 但TP 這應該是BuiPo的 加里歐下來歐 想要追 因為Xpire已經在後面了 而且Marsu 是有大決的 不然有可能 Chovy還有大決 他有三段位移 但Marsu的位置已經就位 這個大決有沒有打算出手 沒有 是只有B 掉到Chovy的大決而已 B一個大決 然後接下來他們這種就是 也不太需要去分推 就乖乖的兩線帶就好了 他們的壓坦能力其實也是蠻強的 塔下艾希的兵艦開戰 然後Xpire進場 搭配BuiPo的大決 有非常多可以塔下槍開的畫面 但我覺得這也是接下來Fly的一個考驗 因為像不管是G2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歐美隊伍 他們會說 他們在本次世界賽 是沒有結束比賽的能力 對 那現在就要來看Fly有沒有這個能力 就是他們總是選出更好的法育陣容 一個遠方的大兵艦 是沒有射中King喔 好 這個跨著回去把他的關鍵裝補出來了 第三件裝 沒錯 他把自己當這個武師在玩 他們不需要更多輸出了 不用傷害了 對 他們不需要更多輸出了 他們只要能夠確保人員 可能沒有DCM被集火倒 我太喜歡這個出裝了 你出了這件裝備之後 捐具 你可能需要出兩件破盾的 再加什麼兩三件 再加一個降治癒的 有的沒的 對 但破盾誰要出 誰能出 沒有人能出 沒有人能出 必須要出巨神風雅 那這場比賽也不用玩了 是 現在是連自己的穿透都還有一段時間喔 雖然說有一顆人頭的進杖 不過對面艾希是三領詞 也是早早拿到三件套 所以現在這個時間點 捐具 要怎麼來做防守 巴龍時間還有大概30秒 這個二塔 是靠著King的等於是飛彈 先稍微把小兵給燙乾淨 但是其實捐具在這一波 巴龍他們是讓對面拿到了 負的巴龍經濟喔 是 他們不但拿到了 所有對面的三路外塔 還拿到一條小龍 然後他們唯一失去的資源 只有一個下路二塔而已 所以在這一波 他們劣勢下的防守其實做得很到位 反而Fly是沒有賺的那一邊喔 這波完全守住 我覺得其實一個蠻大的關鍵 就是Busail那一波 他是真的不需要這樣死 雖然說 Cannon他有一點點的機會 可以投 對 他想要讓這個可能性變成零 但是他付出的代價就是在後面 其實FlyQuest是完全有被捐具 強到一點點節奏上的領先 那捐具有把這個 節奏的領先 在這三分鐘裡面好好的應用 對 這個是稍微比較可惜一點的 那就真的要 來到的是捐具希望的 這個配置發力的時間點 所以三件裝 這樣自己要加穿透 同時輸出來 對FlyQuest這邊來講 所有的人都三件了 Ingspire也差一點要三件 是 這個團打下來 可能要看一下捐具怎麼樣做進場 因為目前看起來Fly 只要 這個 往前衝 好像就完事了 那另一邊捐具要怎麼反打 對他們只要站一起 然後開第一個人 那甚至前面的幾波都還有不會跑一個非常漂亮的繞 對 對FlyQuest來講 接下來的 任務很簡單 就是 在一分半之後的這條小龍 想辦法 不要讓捐具有任何 繞後強開的機會 那現在先稍微把上半區的視野給鞏固一下 現在是要轉頭回去踩下半區的小龍了 對 我覺得如果這波不是第一個開到跨的 捐具就很難應了 因為跨的是他們這種在中後期最重要的核心 只要他乖乖的待在後排 等人衝進來之後撒一個大捲 然後把他的這個W技能用好的話 他們就有 涌動機等級的作戰能力了 現在稍微把下半區給踩一下 那 WIPOS還在上路輕線 對 捐具要靠要快 可是他們這個陣容 就算是對面少一個人 都沒有那麼好踩進合道 對可以看到Leona是 想要在前面找機會 但是就真的找不到一個好的時機 WIPOS繞後面 又是繞到一個好的TP位置 但對方知道嗎 絕對邱比已經先被留住了這個大絕 是靠閃現躲掉 而且飛切也被打了出來 WIPO再往前流了 現在已經沒有邱比的大絕 雖然說還有兩段 但是是可以拖到這個時間結束的 水星隱形的這波救了邱比的命 但是對Fly察來講 雖然是兩個大絕換一個大絕 但邱比也掉閃掉大絕 他們這個陣容其實在沒有阿里爾的情況下面 就算你雷歐娜或是史加納第一波開到 都沒有follow up CC 可以跟上 就Marsu其實就是只要打前面的那個人就好了 就這樣一來的話 Fly Quest的後排壓力其實是非常小的 現在再把中線踩完 小龍已經出來了 阿里爾大決是轉蠻快的 但是應該是沒有辦法再再不及了 對 這一波之前轉好了 是選擇直接Rush嗎 不以為還在前面 來 其實小龍是被拉出來了 還有五千滴想要去碰 球比的話是先被對方給留住 但這個等於是飛彈灑的效果其實並沒有太好 跨的 還可以回血 龍魂已經拿到手 由Fly拿到 那裡面的Lehance也被留住 Marsu不斷地緩速 不斷地射擊 先收到這套第一個 Laddle Isbell再往前進攻 Tainless的一面進攻 Fly再往前進攻 反而是球比 雖然說大決已經好 但隊友已經倒光 再一段的飛圈出來 Fly感覺是想要趁著這一波來結束遊戲 這輪應該要結束了 太漂亮的一場比賽了 球比此時 哇這次是一個冰界斷回 哇你 剛剛在訪問的時候 Fly Quest有說 他們研究 捐具研究了一整年 一整年 他們學習 捐具的打法學習了一整年 我可以說這場比賽 就是這一場 這場比賽是 最典型的LCK比賽 這場比賽Fly Quest打的 比LCK還要LCK 有一次的大決 英靈之門降下來時間 球比已經不見 KID想要來守住這場主堡 但自己的命也已經倒下 主堡已經融落出來 只剩下一個離黑死 但沒有人想要理他 先收掉拿到Double Kill以後 主堡準備爆到 我們恭喜Fly 拉下第一場比賽 哇 這場比賽 Oh my God 真的是所有人應該沒有預想到 第一場比賽的結果 難道預測又要 好